好凉呢 你怎么又回来了 好凉已经转眼到上海了 他 到上海了 对啊 好凉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昨天上海那边 对不起 谢谢 喂 你好 找你的 找我 喂 哪位 李雨昕 你胆子不小 才几天功夫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 你 我马上到医院门口 出来见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好看 保持啊 我不跟你走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不应该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你不应该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把郝良弄哪儿去了 这是你第一次唯一 我不希望有第二次 如果还会有的话 以你中文系才女的想象力 应该不能猜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难道你希望郝良 在医院里疗养医生吗 你为什么派人跟走我 你有什么权利怎么做 你也不想一想 我凭什么掌管我的一碗资产 难道对付你这么一个设置不胜的小姑娘 这还难 郝良去上海治疗 因为我看她可怜 我让人给她出了路费 就是这样子 这当然你满意吗 没想到你会这么无耻 我得再次提醒你 是你违约在先 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这么不讲道理 你有什么权利限制我的自由 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你未来的丈夫 怎么样你才能放过我 我真抱歉 我可能不会放过你了 你是我未来的妻子 我们要在一起 胜过很长时间 你真卑鄙 用此不当 你不能把真心 当成卑鄙 等下来吹吹空吧 很少有机会 站在高处 看看自己生活的城市 感觉真的不一样 孟大哥 我昨天晚上认真地想了一眼 我还是不能接受你 你借我的钱 我将来一定都会还的 我们之间的约定还是作废吧 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你得注意睡眠 要不然对皮肤会有影响 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说我不能嫁给你 看见那片绿地边上的红墙吗 那里面是我的母校 我就是在那长大的 孟大哥 我知道你一定不是一个坏人 您就犯过我吧行吗 那片白色的房子 叫杏花小区 叫杏花小区 我组建昆蓬公司的 第一个项目 当年那是一片洼地 污水横流 蚊虫肆虐 两年之后 我把它变成一个高档的住宅小区 你别再给我教你这些往事了 其实都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不能嫁给你 当年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在怀疑我 他们都认为 认为我是个仰仗我父亲 在政府部门的市里 成天异想天开的纹固此地 连银行甚至都不愿冒险贷款给我 你知道我是怎么得来第一桶金的吗 我把在别处承揽的一个土石方的工程的土挖出来 运到这来 把这个地基填平 在上面盖上漂亮的房子 就这样 我同时拿到了两份钱 那个时候我跟工人们在一块住在工棚里 吃苦流汗 别讲了 别再跟我讲你的奋斗史了 我不感兴趣 我不想了解你这个人 我真希望一切都没发生过 我也从来没碰到过你 我只求你能放过我行吗 孟大哥 以您的条件 什么样的女孩找不着啊 你为什么偏偏找上我呢 你用你自己换取金钱给你爱的人治病 这一点我没感觉到反感 相反 我非常的轻便 说实话 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 让我感觉到惊奇了 说实话 这个世界上也很少有人 像你这样让我觉得恐惧 李欣 新意是可以改变的 你可以静下心来考虑一下 你的一切 不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吗 你以为用金钱可以买得到一切是吗 你对财富有种天生的成绩 但是我要告诉你 资本 起码我挣的每一分钱 那里面流淌的都是我的汗水 就算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也相信我自己能战胜好凉 赢得你的爱情 我现在真的希望 能有一场山崩地裂的灾难 把我们统统都埋到地下 那许多年之后 当别人发现我们的尸骨 他们会觉得我们是爱情的活化石 他们会为此感动流泪 会觉得我们坚守了我们的爱情 和我们的承诺 我真恨你 开始恨我了 这不是什么坏事 说明 我在你的心目中 有越来越多的印象 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面前的这个人 是值得你用一辈子的时间 和他生死与共的人 山上风太大了 送你回家 下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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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停 没事吧 阿姨 雨昕 呦 梦浩来了 雨昕这是怎么了这是 可能受凉了吧 那快到我里躺下去 什么搞的这是 雨昕这孩子吧 从小身体就弱 什么 这八成啊 这是又累走路 他可能是有点低血糖 休息一下应该没事吧 我老跟他说呀 别挑事别挑事 他就是不听 梦浩 那你先坐着 我给你倒杯水去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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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点吗 要不要倒杯热水 我想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不选择 做一年的情人 我也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提出 让我做一年情人的条件 我想退一步讲 即便你只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也争取到了机会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继续下去 那为什么还要在你公司工作一年 我想让你好好看看你未来的丈夫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怎么工作的 是不是值得你用真心去爱他一辈子 这是我们短期里胡相了解的最佳方式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 我都回答完你的问题了 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我又没有你回答 你自己自愿的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跟你妈说点事 母后 来 喝个水 赵阿姨 跟您商量件事 是这样 我跟雨昕也商量过了 婚期也定下来了 我想下星期三请您和林叔叔 去我们家看看 太好了 双方家长见见面 商量一下还需要些什么东西 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需要你们年轻人满意 我跟你林叔叔叔肯定同意 你说人这一上岁 牵挂的不就是你们这些孩子吗 对对对 雨昕跟了你啊 我可是放了一百二十个心 行 那要没什么变化的话 下星期三我来接你们 那你等着 我让雨昕送我走 走 雨昕 母后要走了 快送送啊 你去 这个 送了 孟后 那我们先走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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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后 你先别送了 哎 常来啊 王后 留不啊 哎 哎 走 我看你躺了一会脸色好多了 哎 待会回去再休息一下 你不是正常人 那我是什么 你是魔鬼 魔鬼 我把这话 当成是你对我的一种鼓励 如果你没遇到我呢 是你的遗憾 我如果没遇到你呢 那是我的遗憾 我们为什么要让彼此 都充满遗憾呢 你就真的不知道 我很讨厌你吗 这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好了 别送了 回去吧 你觉得我在送你啊 别想太多了 等我电话 等我电话 来啦 哎呦 孟浩 你们家房子这么大呀 哎呦 这大海 真好 来 来啦 欢迎欢迎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还亲自来迎接我们 应该应该的呀 你们这空气真好 这风景也这么美啊 儿子给买的 哎呦 雨昕 快问易亚阿姨好啊 易亚阿姨好 你好啊 叔叔阿姨 咱们先进屋 来 先进吧 好 先进进 哎呀 老林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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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欢迎 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孟浩的姐姐孟岚 你好 丈夫去德国留学了 现在带着孩子 后面坐在一起 天天叫奶奶 奶奶好 你好 哎呦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么客气 你没事拿着出手的 给孩子买点糖吃吧 这还真聪明啊 哎 这是孟浩的弟弟孟伟 哎呦 好帅的小伙子 谢谢阿姨 来 坐 坐吧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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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雨昕 哎呦 你们家真大 真漂亮 又漂亮又别致 这孟浩下了不少姑父吗 哎呀 她哪有这份闲情一致啊 整天忙个像个陀螺一样 雨昕 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嗯 还挺好的 您呢 还行 这个家就我没见过雨昕啊 哎 孟浩 我带雨昕上楼转转 好啊 去 对 随便走走看看啊 好 那叔叔阿姨 那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适配 哎 好 好 再见 来 雨昕 这是我的房间 来 坐这儿吧 来 来 你可长得真漂亮 气质又好 怪不得我们家孟浩老夸你 你说老天怎么那么不公平啊 把所有的优点都给了你 你又是学中文的 我呢 我是学医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中文 可是我妈不让 非要我继承她的医部 学医不好吗 太枯杂了 你放松点坐 你看你那么紧张 你这块玉佩不错 是孟浩送你的吧 这也不是一个朋友送的 带着玩的 我们家孟浩吧 人特好 心又细 就是脾气不好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别到最后把你气得万死 他可没事人似的 孟浩在桃花园小区 给他姐姐姐夫 买了栋别墅 比我们这个要小一些 现在空着呢 孟浩有时候忙的时候 在那儿住上两天 桃花园小区 可是新海有名的富人区啊 哪里哪里 什么富人区不富人区的 那都是别人瞎说的 孟浩统共在那儿 也没住上两天 我是想啊 等孟浩和雨昕成了亲 让他们在那儿住上一段日子 年轻人嘛 喜欢自由 等有了孩子 不让他们回来都不行啊 我这人啊 年轻的时候喜欢安静 可上了点年纪啊 免不了俗 总希望家里边 能够热闹一点 你们两口子 没事常来玩啊 老孟爷正好退下来了 我们四个人 正好可以凑一桌麻将 对啊 我妈呀总说 他们两个人凑不了一桌麻将 正好叔叔阿姨呀 经常来 一块打打麻将 我 我就免了吧 那要不现在就一块 对对对 好吗 来来来 他都逮着啊 来来来走走走 好 让你们欣赏一下未来大师给你们拍的情侣让 哎 天天来下来 天天啊 哎呀可聪明了 该我了是吧 嗯 对啊 风风风 风风 三条 哎呦 我怎么又摸一只小鸟 哈哈哈哈 雨昕笑起来的时候就更可爱了啊 我们家雨昕呀从小就勉腆 一见生人呢就不会讲话 以后啊 你妈得多担当着点呢啊 啊 孟昊这个家伙啊 撅起来也够呛 也真得有个人好好管管他呀 是 爸你怎么老接我老姐呢 就是嘛 这酱脾气是可以改的 对对对 好 嗯 好 你们家的人呢 男的 都像你爸爸 开朗 大度 女的 都像你妈妈 稳重聪明 就连你那个小外伤 他都是那么可爱 这种小羊肉的人 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啊 哪有阿姨 啊对了 我想让雨昕毕业之后 去我们公司上班 你们觉得怎么样 啊 那好啊 你说吧 那刚一毕业啊 哪个单位都嫌你没经验 能在自己家开的公司里上班 那感情好了啊 阿姨 你不是想提前退休吗 如果单位效应没那么好的话 你就别跑来跑去 早点退就得了 也是哈 你说我们那单位吧 他几个月才开一次公司呢 不和他们瞎混了 明儿啊 我去跟他们说去 到时候我让许叔啊 接上您和叔叔 去我们家大妈家 那太好了 没想到 我老了老了 我还混成专车了 哎呀孟浩 不理错喝点水 不用了不用了 叔叔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先走了啊 对我改天再过来 有空常来啊 好好好 行走了雨昕 你看孟浩这不好啊 没事儿太客气了 走了啊 慢点儿啊 慢点儿啊 你给我进去吧啊 哎哎哎 我妈告诉我 你们要结婚了是吗 我上医院找我个好量 他们说她转院了 去上海了 你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还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还能是朋友吗 还能吗 为什么不能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好像现在在哪家医院 去问你哥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知道 你怎么回事 你这样 会儿 咱们 没关系 你 como